來看到是苗栗縣 縣長盃 健美錦標賽 登場賽事之後 由選手意外成為焦點 因為他的身形看到 大家一字排開 他的身形明顯比其他人瘦弱 膚色也白了好幾階 一度有人酸說 這是不尊重比賽呢 我們實際找到本人 他說就是為了幫朋友壯膽 才會一起報名參賽 舞臺自信表現 讓不少人稱讚 所以有點好笑 但也看到他背後的光芒 舞臺上健美選手一字排開 展現好體態 依照指令擺出POSE 好 這邊預備繼續 只是其中有一名選手 格外引人注意 因為他的身形明顯比其他人瘦弱 膚色也比別人白了好多階 他每天的時候可以知道你這樣 有民眾健壯開酸 說這種體態也敢上台 連膚色劑都沒圖 根本不尊重比賽 實際找到本人 這名選手年僅十九歲 確實從沒練過健美 為了替好友壯膽 才會一起報名參賽 這是他人生的第一個健美舞臺 多多少少都會緊張 所以說我打算跟他一起去報名 這次的比賽 目的就是為了讓他緊張感 跟壓力都不要那麼大 譚同學報名的是苗栗縣 一百一十三年 縣長輩健美錦標賽 全台各地共有超過兩百位選手參與 他說當下真的很緊張 但還是硬著頭皮拿出百分百自信 不少網友看完影片說很佩服他的勇氣 啃上台就是勇氣的一種表現 雖然有點好笑但他好棒看到他背後的光芒 還有人開玩笑說肌肉不夠勇氣來湊 就連健美團隊也說下一次比賽免費幫他上色 讓他完全體上台 我覺得雖然他的體型看起來跟旁邊的選手好像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他的自信讓我覺得他都贏了他們 雖然譚同學身形不如人 但是意氣相挺自信爆棚意外成為關注焦點 他也說如果以後還有機會參賽 會試著讓體態變得更好看 用實力取得勝利 記者文匪 彭光旭 楊揚吉 苗栗報導